西头园区像是大卖场周年镜 夏天人潮特别多 步道旁的休憩座椅一味难求 甚至有人直接躺在地上 外面投151县道 还有长长的车阵排队等着进来 空气排出来了 这些汽车的废弃 加上垃圾 加上我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不顺 尤其周末1500个车位 常常不够用 塞车严重 甚至有人形容交通废弃 或许比芬多金还要多 由于日月坛跟清静农场周边道路 都设置有路况预警电子系统 唯独系统没有 民众建议跟进 让外地人提前掌握交通状况 减少塞车 台大实验领馆处表示将在座评估 同时是否调整优惠价 也将列入考量 大海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交通的预警 并均